大家好,我是Sindy,欢迎大家继续学习Sindy讲Java系列基础课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学习第八节看图说故事的GUI设计与布局 而这次课的重点呢,我们会讲解Java的这样一个图形界面的布局 具体的两种布局,就是Flow Layout和Grade Layout 那接下来我会用代码,边敲代码来边演示这两种布局 那么在敲代码之前呢,我们先要理解一下 到底什么是布局 其实布局哈,就相当于在一个图形界面上 你作为设计师,你认为哪个页面组件应该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怎么样放更美观更漂亮 好,这个就是布局 那针对于Java来说,它有很多种布局方式 我们会用几次课来分别讲解不同的布局 那不管是哪一种布局呢 我们都是把它看成一个布局对象的 而所有的布局类呢,都是以Layout这个单词来结尾 好,接下来我们就用Java的一个类叫做GUI Test1来演示Flow Layout和Grade Layout 所谓的Flow Layout又叫做流适布局 流适布局 流适布局 什么叫流适布局呢 就是说它是顺着放下来 就是如果我一个页面上有很多的组件 比方说有很多的按流组件 它会一个接一个的放在面板上 当然都是G中显示 一行放满了就会自动放到下一行 好,为了演示这个效果呢 我就写很多的JButton B2,B3,B4,B5 好,接下来 我要导入JButton了 然后呢,初始化 初始化这五个JButton Button 一,好 为了省事 或者说是节约时间 我复制粘贴一下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类似的 复制粘贴以后 必须要修改 B1,B2,B3,B4和B5 好的 接下来呢 这五个按流 都是要放在一个面板之上 所以呢 先声明一个JPanel面板 P P等于NewJPanel 好 接下来面板P要放在窗体对象上 因为现在GYTest1继承了JFM 所以它自己也成为了JFM窗口 好,直接可以Z点 GetContentPanel 这是获取窗口对象的内容面板 对象 对象再添加P 这是一种添加页面组件的方式 然后P点 ADD B1 B2 B3 B4 B5 OK 把它修改过来 那问题来了哈 现在呢 我把这五个组件放在面板之上 有没有任何布局呢 其实JPanel是有默认布局的 那等会儿我会来介绍 它的默认布局是什么 好 在介绍之前呢 我们首先就要来看一下 流式布局 因为加瓦是面向对象的 它把一切都看成对象 那么这个布局呢 每一个布局 其实它也是其作为对象 因此 我们需要得到一个 Flow Layout的对象 假设就叫Layout 接下来出实话 New Flow Layout 好 这里报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写错了 写错了 所以现在把它重新写一遍 Flow Layout 好 既然我得到了一个 Flow Layout 的对象 那么我该怎么把这个布局对象 跟这个面板对象P 好 结合在一起呢 那针对于面板对象 或者说是容器对象 加瓦的GUI的容器对象 有一个方法叫做 Set Layout Set Layout 将 容 这个容器的布局对象 Layout 好 放入Set Layout 方法 作为参数 这样 好 我们就设置了面板P的布局是流式布局对象 Layout 接下来已经设置好布局之后 再添加五个按钮 好 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效果呢 运行一下看看 哦 为什么运行不出来呢 好 我们考虑一下 现在呢 我的确是把P放到了frame之上 而且把按钮呢 将P设置布局之后 也将五个按钮放在P之上 但是有一点 这里还没有设置窗体对象的大小和可见性 这是必须设置的 This点Set Visible True 好 This点Set Default Close Operation Jframe点 Exit on Close 好 现在我们可以重新再执行一下 如果不设置窗体的这样一个大小和可见性 它默认都是看不到的 好 接下来这就是一个流式布局的样子 流式布局的样子 因为我的这个窗体的宽度只有300 300像素 那一行只能放三个按钮 而且都是居中放的 好 第二排呢 因为总共有五个按钮嘛 有两个按钮 第一排放不下 它就自动调到第二行 好 也是居中放的 这个就是流式布局 好 接下来回到下一个问题 如果我不设置任何布局模式 接Panner的 接Panner这样一个对象的 默认布局是什么呢 运行看一下 你会发现这个效果 跟刚才我设置了流式布局的效果是一样的 没错 没错 现在大家猜到谈了 就是接Panner对象 他的默认布局就是流式布局 好的 这个是流式布局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会要介绍第二种布局叫做Grid Layout Grid Layout是什么布局呢 Grid Layout 是网格布局 用的比较多 什么是网格布局呢 就是几行几列的这样 类似于一种表格式的这样一个布局模式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API的介绍 Grid Layout呢 跟Flow的Layout一样都在加瓦点AWT包中 那Grid Layout呢 是通过构造方法设置它的航核列 或者是通过它的SetRows和SetClumps方法 来分别设置它的航核列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构造参数 构造函数 构造方法 来构造一个网格布局对象 Grid Layout Layout等于New Grid Layout 两个参数呢 都是整数 只不过第一个参数是行 第二个参数是列 这样吧 我做三行 或者是两行 三列 两行三列 这个报错是因为没有导包 接下来呢 我们同样通过P对象 接Panner对象的SetLayout 将Grid Layout的对象 Layout设置 或者说是绑定给接Panner对象P 接下来也是添加这五个组件 好 我们可以运行看一下这个效果了 好 这个就是出来的网格布局的组件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的确是两行三列 每一行放三个按钮 但是呢 美中不足的就是这个按钮貌似要充满整个网格空间 那么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可以选择这种解决方式 看一下API 它有SetHGAP方法和SetVGAP方法 也就是设置组件之间的水平间距和垂直间距 好 试一下 Layout.set Layout.setVGAP方法 也是10看一下哈 出来是什么效果呢 诶 我们会发现它的水平和垂直间距都隔了十像素的这样一个距离 好 这是设置它的水平间距和垂直间距 当然为了让它更美观 其实我们还可以采用什么方法呢 面板上叠加面板 也就是说第一个面板我设置一种布局 比方说是网格布局 两行三列 那么每一个单元格我都放一个面板 然后再在这个紫面板上再继续设置布局放其他的组件 那么复杂的布局就是由这种简单的布局叠加而来 好的 这个就是网格布局 我们会发现呢 其实对于加瓦来说要设置布局非常简单 第一得到布局类的对象 第二通过调用容器类组件的SetLayout方法 将布局对象绑定到这个容器组件 接下来添加组件即可 容器组件添加其他的页面组件即可 好 这个就是流适布局和网格布局 请同学们一定要把这段代码敲下来 自己研究一下 好 我们本次课到此结束 下次课再见